转眼就已经到了九月,加在夏季与秋季之间的,那当然就是开学季了,今年中西大一先生的聚续队伍里边,不仅有刚刚作为大一先生入学的艺朗千玺,胡仙熙,还有一位大四学长,2015级的刘浩然,吃饭的时候倒是和大家坐在一起的,不过看样子都是自己吃自己的。 也没什么交流,但反正跟刘浩然搭过扇的都表示这个明星学长没有架子,拒绝合影都是并兵有理的,上边说他打饭的时候驮着背,其实估计也是因为君子战得太累了,其实这次大家还指望着看到刘浩然同一样千玺,胡仙熙一起,军选的样子,毕竟都是表演班的学生嘛。 不过最后刘浩然并没有被安排在表演班,而是和2018级广播电视节目主持班的先生一起军选,等等,还是让我们把问题放回最初。 当年刘浩然入学,那时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参加军训呢? 其实关于原因的说法也挺多,最多的说法是因为当初拍戏,所以军训请了假演戏到了大四部。 其实说起来,加上真正男子汉这次,刘浩然可是都经历过四次军训了,穿过这么多次军装,占了这么多次军资,或许都是为了诠释角色,唯独这一次的大学军训,或许真真正正算是属于刘浩然,自己的青春记忆了吧。 先 Dutchman 嘉辑 嘉达